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再打給我們 電話熱線2804-6566 身邊嘉賓都是Stanley 和我們聊天 Stanley 你好 你好 黃小姐在旁邊有電話嗎 是的 你好 黃小姐 是 我想問175現在好沒有入 175 吉利 吉利 3.89% 跌2% 暫時就沒有貨 吉利 應該看他的勢力 應該要最落後 始終可能他對手長城汽車升得那麼厲害 他沒有理由不動 而且他銷售數字都不是太差 一般 都是一般 都OK的 9月份都是差一點 怎樣 怎樣報處 但我想問黃小姐 黃小姐 是 你想追落後 剛才 Janette 剛才說追落後 還是有特別的因素 想買這間公司 我不是太懂 我明白 為甚麼他問你 因為剛才 Janette 都說出了數據 看你怎樣看數據的情況 我自己可能比較高要求 我覺得就似乎差一點 但股價方面 其實他都不算落後 你看圖 我給你看圖 因為距離這段時間 升了很多 你看看他從這個位置 三個一 這個位置都附近 抽升上來 為甚麼他抽升得那麼厲害 最主要都是因為之前的時候 有些落地方面 有些政策就出來 小排放的汽車 是稅務上的減半 基本上對於他和長期 還有理 所以我估計都升得比較厲害 但問題是 當然這個政策有沒有理 要再看今個月的消程 因為那個政策是今個月才開始 叫做實行 但問題是 股價已經抽升得那麼多上來 現在這個位置 先打算追 我覺得似乎 就點而高處不升降 好像太高了 所以現在來說 即使你想買這隻也好 我第一建議是 不要高追著 讓他回一回先 休息再考慮都未遲 第二就是 即使想買得好 10月份的數字 其實是頗關鍵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說這一次這個措施 是不是真的幫到手 以及真的會這麼樂觀 這麼理想 我覺得那個機會都是5050 所以其實你說 現在這位再打算買 我就真的覺得 不是買了手 而且現在一個價 你看看之前的時間 大概接近四個多這些位置 阻力很大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沒有貨 而想買貨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暫時來說 可能等他落到大概 三個半 三個六這些位置的時間 但先坐坐考慮都未遲 好 都OK了 是吧 還有其他東西 謝謝 拜拜 好 我們下一位家庭觀眾 已經準備好了 請問潘先生 是的 潘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一下一四孖九前進控股 我由招股價 即是賠身股 兩日半 是的 兩日半 持股到現在 你真厲害 潘先生 我想知道 可否設個指贈位給我 還有我看到大股東 應該都佔有75% 是的 沒錯 所以我想知道 究竟我應該繼續持有 還是 應該要怎樣做 謝謝 明白 好 這個股價就跟著名字一樣 前進 沒有停過 9月2日上市 是的 今天來講 急升一乘四左右 去到六毫七的位置 曾經衝到六毫八的上市新高 是 暫時又好沒有 其實可以先沽住一半 我們經常說股份 有十五、十六 不知道怎樣 就沽一半 因為升上去 你還有些貨 如果跌下去 就覺得 幸好我沽了一半 其實我想有些興趣 問一下 潘先生 我想問你 其實你遲貨多不多 可否偷路一下 潘先生 是的 噢 遲了線 可能遲了很多 說笑而已 但雖然電話偷了線 但我都嘗試回答你這個問題 或者我們待會 可以接駁他進來 都可以 但我想說 其實Janette說的策略是對的 因為如果你以回 它的招股價 好像是兩毫多指 兩毫多指 你想想 其實你現在的利潤 是以一倍來計算 所以基本上你沽一半的話 見面著 其實你拿著的貨 基本上是零成本 所以到時你就可以考慮一下 就拿著它 即是剩下那一半 就拿著它 無所謂 基本上你都是零成本 所以基本上有去再擺一擺 都無所謂 但問題是說 其實你說新股這一排 其實都可以輕輕說一下 新股這一排的時間 那個的表現 特別是越細的那些 可以說是越升越驚人 基本上那些仙股是以倍數計 但是你說當然拿著貨 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你 有一個帳面上的盈利 就很失禮 你又不可以跟新股那些比 好像只有8290 那些又不可以比 你看看 你按一按一部系統 現在只有一宗交易 即是全部都貨原歸 可能只有100個人拿著那些股份 不是 創業版那些更加大問題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自從你再研究一下 但是你說現在這些半新股 其實股價差不多都是很驚人 還有這段時間 很多新股上市 好像你說以前進為例 基本上是建築那種類 基本上你說前景有沒有 當然之前幾年時間 即之前兩年時間 香港這個市場是很旺 說一個建築業是很旺盛 所以業績好 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你說現在行不行 或者說之後的表現是怎樣 我自己很有保留 所以純粹是 如果以現在計算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沽一半課 好啊 不知道有沒有再博通一下潘生呢 喂 可能第二位 喂 潘生 你是不是潘生 是 你剛才有沒有聽到我們說話 你有沒有聽到我們說話 我有聽到 但我覺得如果你本身有多少課也好 我都會建議你先減少一半 至少將理論鎖定先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是啊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說真的 上市不太久 還有基本上那個 炒作的情況都真的幾 幾幾幾厲害 所以你說可以說 升上去就真的很開心 但回那一刻 我都擔心回的很 很厲害 很急 所以我想你都要沽一半 比較安全一點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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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啊 那我們下一位 請問是否梁小姐 喂 喂 我是 是 梁小姐 你好 你好 請問你 請教你們兩位 是 我在早前 華南城 兩個九號半入了 我見到他都幾受大市影響 但是今天就上兩元 不知道這隻 什麼時候會上回家鄉 還有有沒有機會升過三元 三元 是 之前最高位是五元 是 明白 我想我都可以簡單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通常有不明的 很多時候大家買股票 就會用最高位去計算 例如他高位是五元 現在只剩一半都沒有 他回三元四元 不貪心 如果這樣算的話 但是有時候不要忘記 這個高位為什麼會出現 可能跟市況有關係 當時的市況可能是很旺盛 很多的因素 令到他的股價升得很厲害 但如果你解釋他的股價 是根本上脫離了一個基本因素的話 最終只會打回原形 所以你說現在他的股價 在兩個領域的位置 就反映他的真正情況 不過當然 剛剛梁小姐有一個好的情況 就是他會跟市況走 其實這隻走勢跟市況很混合 關聯度很高下 所以他的股價在這段時間 其實都是橫行居多 都是大概在過百 這些位置 到大概兩個月的水平 叫做拉鋸 當然公司的業務 還有一些叫做物流城 這一方面 還有一些房地產 其實他的表現就一般般 我覺得這一隻 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我想我都未必是 如果選一些跟板塊相關連的股份的話 我未必會選到他 因為近年的表現就似乎 真是一般的 即是不算是理想 但既然你現在到這些位置 你有沒有機會再衝高 你可以先留意 兩個月這個位置 到不先 兩個月這個位置 假設真的突破到 你不乏考慮就拿著他 但突破不到的話 我都覺得他仍然在走那個環區間 即是說過百至兩個月這個位置的水平 所以暫時理解 我會建議你短期的時候 以兩個月再一個目標價 到這個位突破不到的話 到時候考慮就先減時部份 好 梁小姐有沒有其他人還想問 公行 公行是 是呀 我早前都是入了少少 4.7 明白 現在大市就上了 這個如果是 或者這一段時間 會可以上到多少 明白 其實公行的圖挺漂亮的 內銀股的走替圖 其實挺不錯的 這個都是 如果以圖去看 量度升幅的話 如果你要以圖去比較的話 你預計4.8 上5帽子的話 大概是5.3水平左右 這是看圖的看法 但基本面來計 其實我都說了 內地的金融股 我看法都是比較審慎的 所以現在你如果以這個情況去看 即市況來看 當然市況現在比較好一點 你不妨都可以考慮先拿著貨 但是到5.3附近 真的見到他 好像上不到他的時候 我都會見你可能先人走一走貨 即是初步的阻力位就是5.3 沒錯 謝謝 家庭觀眾梁小姐的電話查詢 我們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其實我都收到 就是姓周的朋友 發電郵給我們 我就是問2357 多謝你的電郵 但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會移到稍後的時間 再回答你問題 稍後再談 我們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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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談